这两天 西藏军区某边方团指导员 吕萧许又来到热马村 了解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我看人家这个牛 好像比去年规模增加了不少 对 比去年多了十多年 今年这些在家务票的话 我就准备想买个车 热马村地处喜马拉雅山脉 曾经是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村民大多零星散养牛羊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在部队的帮扶下 热马村大力发展起重养殖产业 不仅建起了养殖合作社 还建起了温室蔬菜大棚 野花椒基地和经济林木示范基地 驻地部队一直很关注乡村振兴 进来到我们这边来搞一些调研 了解我们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现状 不仅给老百姓讲党的理论 一起干好 还给我们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热马村今天的发展 也是离不开他们的功劳 为了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 官兵们还指派专人积极协调地方企业 为热马村打通了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 热马村有着农副业产品品质高 质量好 价格合理等市场优势 但同时也存在着信息闭塞 新技术得不到推广等一系列问题 这都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去解决 基础实施建设是村镇发展的根基 关系着百姓的衣食住行 走进热马村 随处可见漂亮的民房 整洁的庭院 在部队的帮扶下 热马村狠抓水电等基础实施建设 饮用水装上了净水器 电线也全部重新归整 村荣村茂焕然一新 下一步 我们将深入推进军地基层党组织 结队共建 发挥部队优势 送党的创新理论下厢 加大便民维修 组织技能代培 同时 结合助力特色 挖掘红色资源 开发红色旅游 不断开创红色党舰 军民团结 绿色发展 共守边防的新局面